好,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林高远率先发球 大锦赛,无论哪个项目,包括双打和单打,其实都是五局三胜制 比赛的整个节奏还是非常快的 能够抓住第一局开局的战机 多拍的相持 特长还是围绕着他的反守位 那马龙的优势呢,更多的是在于自己的正手 这球还是林高远想打马龙一个钓牛鸭 半出台,这球林高远 这球也是林高远反手比较多 包括第一个球一上来也是用反手拧拉 高抛 这球林高远拉 这球林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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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明明是一个进攻性的球 但是下一球 就是防了一个大角 马龙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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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队 反手队反手 给到中间位 把了反手撕完之后 一旋转发球 这个值是太高了 非常具有穿透性 哦 漂亮 那两个人是一左一右 所以在比赛当中 也是要看谁能够 先打出线路上 落点上的变化 马龙也是加了一些新的发球 刚刚是发了这个勾手 赛南上看到刘逢指导 王浩指导 还有余紫阳 马龙还是换勾手发球 打出线路上的变化 发球上的变化 也是让马龙连续得分 10比6 哦 漂亮漂亮 就跑了 好 暂停回来 好 暂停回来 8比10 林高远发球 好 好 张马龙是11比8 奔赫一局 接发球 马龙拧起来之后啊 效果不好 林高远这边全是高质量的 反手反思 所以从第二局开始 其实马龙基本上 揭发球 揭发球林高远 所以也给林高远增加了 反拉的难度 嗯 这一阶段 林高远 嗯 这一阶段 林高远 嗯 这一阶段 林高远 啊 机会球 连续的空短 勾手发球 这个球马 一旦接不好 整个相持打起来 就会觉得脚下有点站不住 嗯 这个时候马龙再拧 呃 反手 好 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 进攻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防守的啊 顶着去撕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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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继续放高球 哎 漂亮 哎 漂亮 拉直线 那这两分球 还是吃法球了 哦 这一球被马龙猜到了 哦 马龙 哦 马龙 哎呀 林高远在静台里 哇 这一球是 这一球是 给打穿 这一球林高远犹豫了一下啊 对啊 这一球是 发现了失误 这样现在第四局9比5 林高远领先 反手顺势一防 防了重复 将11比6 林高远扳回一局 上来第一决胜局的比赛 还是有心理上的优势 这球马龙揭发 其实今天打到这种 林高远拧拉得分 马龙侧身抢冲 3比2 这球马龙是 批了一个林高远的中间 漂亮漂亮 相持打起来 林高远的整个出手的速度 还是更快 继续控制台内球 抢扮出台 虎比5 这球马龙 这球林高远还是有点可惜 正手的连续进攻 出现了失误 马龙侧身 扑正手 再回到反手位 反手推到中台去防守 林高远的正手 连续出现了失误 好球 漂亮 这个球马龙也是多拍了几下 多调整了一下 发高抛的转不转 打到自己最擅长 最舒服的环节上来 接下来是个关键球 这球马龙的反手 是一个顶防 防的一个回头球 这个防守 这个防守是加着进攻性的 林高远冲的这个落点 冲的还是比较正 刚好是冲在了马龙 马龙侧有发球权 马龙侧的第二个发球 哇 漂亮漂亮 这球林高远是正手直接上手了 马龙也是给自己的对手 也是队友鼓鼓掌 这时候林高远赶出手啊 不容易 拉了直线 反手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拉 这时候其实林高远 也是在和自己的内心 去对抗去博弈 继续控制台内 哇 哇 太精彩了 这一分 两个人真的是有点打神了 拿下这一分之后 整场比赛 马龙还是发这个落点 回错了一个半出台 这个球错的 也许会是另外一个选择 马龙的第三个赛点 马龙错身抢攻 最后是13比11 拿下了决胜局 从而以3比2 战胜了林高远 跻身到本次亚锦赛 南单的四强当中 那么马龙在 再次亚锦赛